五字要解C的第六题 求这个定级分 这是高失函数 高失函数 标准的高失函数fx 会等于x 这是高失的话是摆一个数 不是B区间 也不是向量 里面只摆一个数 我们叫做高失函数 高失函数 高失函数 它的图形你把它记下来会比较好一点 从0到1 0到1 没有包括0 没有包括1是1 过来1到2 1到2 函数值是1 过来2到3 函数值是2 2到3函数是2 后面是点点点点点点 往下点 这边负1到0 负1到0 不到0 这是负1 过来负2到负1 这是负1 这点是负2 这个移过来 移过来 这是负2 这点是负2 这点是负2 这点是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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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的当然是点点点 点点点 我给它 我们叫做阶梯函数 step function step step function functl1 我们叫做阶梯函数 step function 阶梯函数 那现在它除以2 那除以2的话 除以2的话 你看一下 s呢 s是0 s呢 s呢 是大一等于0 小于2 小于2的话 那起高是2分之x呢 2分之x呢 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0 会等于0 所以它分断点呢 就不是0 增负1 增负2 增负3的 这分断点是0 增负2 增负4 这基本概念要有 所以第一个分断点要知道 原来这分断点呢 s等于0 还有增负1 还有增负2 后面呢 当然是点点点点点 那这个呢 高三数这个的话 它分断点呢 是0 增负2 增负4 增负4 增负6 所以这分断点要会 所以这次0到5的话 是0到2 2到4 然后4到5 要分这个三段 分三段 所以这个分断点 你要把它找出来 是0到2 0到2 0到2 过来2到4 过来4到5 那4到5是不包含5 那包含5的在这里 5到5 那基因上下线一样 这个基因是等于0 基因上下线一样是等于0 基因上下线一样等于 那s都在0到2 s都在0到2 s都在0到2 那这2分之x 取高4以后 它是0 它是0 再加上2到4 s都在2到4 起高4以后 它是1 它是1 再加上4到5 4到5 那4到5 那4到5的话 这个是4点多 除以2是2点多 起高4是2 这个是2 4到5 这个是2 dx 那后面这一项是0 再给它积分出来 那常数的积分 a到b 常数的积分 是常数乘以上线减下线 是常数乘以上线减下线 是常数乘以上线减掉下线 这个很基本的 我们就这个来做 所以第一个你分断点会的话 后面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第一个分断点呢 2分之1是0到2 2到4 4到5到5 那以后呢 会有2s 2s是0 增负1分之1 增负1 增负2分之3 以后会有这种题目 以后会有这种题目 以后不要那么多了 0到2好了 这是2s 2s dx 那分断点呢 是0 增负1分之1 增负1 增负1 那些分断点就不一样 所以你要找它的分断点 考虑它的分断点 那么这个题目呢 是2分之x 高4暗处是2分之x 分断点呢 是0 增负2 增负4 增负6 那是0到5的话 是0到2 2到4 那4到5 那不包含5 包含5在这里 那基本上下线一样 定基本也是等于0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呢 s落在0到2 2分之x呢是0 s落在2到4 2分之x是1 s落在4到5 2分之x呢 高4 2分之x呢是等于2 那这个基本上下线一样 这个基本是0 那常数的积分 常数自己上线减下线 那0的积分当然是0 第一项当然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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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项就不要管他的 过来常数自己上线减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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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5-1也是1 1次2也是2 答案是正式 那最后面再写个答案 这高4次函数的定积分呢 高4次函数的定积分呢 会等于4 高4次函数的定积分呢 会等于4 这是我们52期西题 第6题 高4次函数的情形的定积分 1 2 3 6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